今天又跟大家說一下如何看驗新報告 今天就要看驗小便 驗小便的結果看起來很簡單 但實際上也有很多學問 今天我先用第一部份講一部份 如果大家覺得有用 我接著會做第二部份 首先驗小便 留了小便便不是馬上拿去驗 最初也要先看一看樣子 這是最簡單 看一看樣子看一看顏色 看看有沒有青還是軸 顏色來說通常沒有顏色 像水一樣 或者少少黃色 像golden color 這些一般都是正常的 如果再深色一點 開始偏向橙色 就代表小便比較濃 小便怎樣情況比較濃呢 例如人可能不夠水分 飲得不夠水 或者出汗太多 或者劇烈運動之後 身體要保住水分 便會變得比較濃 便會開始變成橙色 一些真的有病的情況 例如它變成紅色 紅色通常有些人 小便有血 小便有血的話 最常見就是尿到有石 或者尿到有癌症 它都會有血看到 就直接紅色和濁了 甚至乎有些人會有血塊 看到飄飄浮浮 另外一種就是有些 深啡色 或者好像玻璃茶 那樣的顏色 通常怕肝病 肝有事 有時候就會有這些情況 不過通常到這樣的地步 眼睛都會開始變黃 這樣就會比較明顯 看得出肝有事 有些少見的情況 小便會變成綠色 如果是綠色的話 那有些時候 某些比較 有些惡菌感染 就有些時候 都會令到小便變成綠色 不過這些就不常見了 就算沒有一些 古靈精怪的顏色 也好 小便很軸 有時候就指示 有機會有尿到發炎 好 看完外觀 我們真正進入化炎這部份 它有一種叫做 Specific Graphity 大家會看到 Specific Graphity 這個字眼 在化炎報告那裡 Specific Graphity 什麼意思呢 其實簡單說 就是看尿液的濃度 有多濃有多稀 你一定有個參考的標準 蒸餾水就為之一 小便不可能是蒸餾水 什麼都沒有 小便裡面如果是蒸餾水 什麼物質都沒有在裡面的話 那就是為之一 但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不可能是你排出蒸餾水 對不對 小便裡面當然有些東西 那你比如說有些尿素啊 有各樣物質在這裡 那所以通常就不會是一的 通常正常的範圍呢 就是1.003 去到1.03 那講到這裡 大家要知道 腎臟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我身體的血液裡面 那個濃度 是維持一個很穩定的水平的 我們身體才可以運作的 就是說在我們身體裡面 比如血液 太過稀 就是水分太多 或者水分太過少 太過激 的話呢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我們一定要靠腎臟 來去控制這個 血液裡面的濃度 就是說如果那些血太過濃了 那我們就要保住那些水分 我們就要跟那個腎講 就說 我們現在那些血太過濃了 拍硬檔呢 就幫我們吸多些水分回來 不要流失那些水分 不要排走那麼多小便 那那個腎就說 Yes Sir知道了 那那個腎就會把我們身體的水分 就保留住 那結果呢 尿就會變得很濃 因為尿裡面的水分很少 那樣的話 它Specific gravity就會升高 那倒轉頭來講 就是說如果你驗到小便出來 Specific gravity 是高 就是說尿液濃度高 就可能代表身體的水分不夠 如果你驗到小便出來 Specific gravity 低 意思就是說 小便濃度很低 就是小便很稀 就是小便裡面很多水 那你可以推斷到 就是說 那身體太多水分 那身體就叫腎 排走多些多餘水分 那小便便便變了 那Specific gravity 太過低的話 可能代表身體太多水分 那又要講多一件事呢 其實腎就不是說自己懂得這樣 他都要懂得想事情 他才會做決定 其實腦裡面呢 我們有個 控制我們身體血液濃度 中心在那裡 那裡就會透過分泌一些荷爾蒙 叫做ADH 抗力尿濃濃素 那這些濃素就會作用由腎 那裡 令到它吸收多些水分 或者吸收少些水分 因為有些少見的病 腦裡面分泌這種荷爾蒙的地方 就出了一些問題 那這些荷爾蒙分泌得太多 分泌得太少 都會影響到小便的濃度 或者Specific gravity 那總之呢 如果離開了正常的範圍呢 那就要留意一下 那就要請教一下醫生了 那下一件事呢 就會驗的是 尿液的酸鹼度 那一般來說 尿液酸鹼度 都有一個正常範圍的 那一般呢 就4.5至8之間 那大家知道 7就為之neutral 即是中性 那越大 大過7就代表簡性 小過7就代表酸性 那就是說小便 就似乎身體的情況 有時候有些比較酸些 有些比較簡些 那我又要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控制我們身體 血液裡面的酸鹼度 酸鹼度呢 一樣要控制一個 很正常的水平 身體才能夠正常運作的 那所以呢 那神呢 又會控制我們的酸鹼度 那如果有一些病 譬如有些人 呼吸系統的病啊 那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本身有這些問題呢 就會令到血液太過酸 或者太過鹼性 身體太過酸呢 那神呢 就會要負責 將多餘的酸鹼度 排走 如果太過鹼的話呢 那神呢 又要負責 將酸鹼度 調教回正常 那所以呢 就小便的酸鹼度 都反映到 那個人呢 會不會有這些呼吸系統病 或者神的問題 那但是這些 通常呢 就比較複雜些 那都不會是你去看的了 多數都在醫院 等醫生去分析的 那但是有種簡單的情況呢 就是說你 那些病人 你平時驗尿呢 可能都會看到的 就是呢 那小便呢 就變成鹼性 因為小便裡面呢 有一種叫做尿素的物質 Uvier 那這樣 那這些尿素的物質呢 如果我們有一些 的尿道發炎呢 尿道發炎 某些細菌呢 就有些酵素呢 就令到這個 Uvier 就變成阿摩尼亞 那樣 阿摩尼亞呢 大家都知道呢 如果讀過chemistry都知道 它是偏向鹼性一點 那就會將酸鹼度升高 那所以呢 如果小便呢 酸鹼值呢 就高了的話呢 就可能代表 有尿道發炎的 那今天的資料都相當多 可能大家都需要 一些時間消化 就說到這裡先 那YouTube的朋友呢 那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歡迎你分享開去 那臨走之前呢 記住訂閱啦 留言點讚啦 我們訂閱呢 就接近這個40萬的目標的了 那希望呢 大家按下訂閱鍵 按下鐘仔才走 那我們Patreon這個平台 Patreon裡面呢 也有很多會員專享的醫學影片 會員呢 就可以先倒為快的 那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Why, oh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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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